自由设计师 决定用这个职称花了我不少时间 刚到日本的时候曾去面试求职 面试的公司纷纷问我同一个问题 看你的作品 偏艺术作品的跟产品都有 你想当艺术家还是设计师呢 当时我回答不上来 因为以往在荷兰 或是在台湾 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过了两年的现在 我终于找到答案 关于自由设计师 我的定义不只是 没有去公司上班这种形式上的自由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能够自由地创作片艺术作品的同时 也能作片使用的产品 而不再因为设计师一词 把自己和艺术化分开 我的创作是自由的 不会被职称限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什么